因為我爸爸 他今年剛好差不多90歲 那之前他年輕的時候很 就是他是做那種送貨的 所以他腳的使用量很大 然後就是他有時候 穿那個腳的鞋子 穿鞋子的時候 有時候沒有穿襪子 我知道他有 那香港腳他就會抹 那一般的那種藥膏 他自然就會好了 可是他年紀大的時候 我就覺得奇怪 他皮膚怎麼 怎麼會覺得說 好像輕輕碰一下 他就會出血 然後我看到他 我就覺得奇怪 因為他現在走路 又會比較緩慢一點 然後我也不曉得 為什麼老年人都喜歡 睡覺的時候蓋被子 很熱還是要蓋被子 我說你為什麼要一直蓋被子 他說他就怕冷還是什麼 然後我前兩天 我在之前的前兩天 我看到腳還好好的 然後我慢慢看到 奇怪他香港腳怎麼犯 我說那幹嘛 給他買一下那個藥膏 給他擦一下 因為他習慣擦那個 擦了幾天之後 過了差不多一個禮拜 他那個腳踝那個地方 怎麼開始 就這麼有相片 怎麼會變得好像那個 好嚴重 可以了 好像那個穿酸甲的那個皮一樣 然後又好硬 我想說完了 他會不會一直疼起來 忽然這樣 忽然一下 然後會不會整隻腳 然後一直到大腿 然後到身體 因為他屁股背後 通通都是那種入瘡 我說怎麼那麼嚴重 我說爸你是 你是怎麼會這樣 他說他也不知道 然後我就載著他 到那個皮膚科去給他們看 他說你這個 叫做 我說黴菌跟香港腳不一樣 他說黴菌跟香港腳 有一點不一樣 我說那他會不會一直 一直 因為他一抓破皮 他就流血 然後走到我們家 到處都是血 我都覺得好可憐 因為他也沒辦法 90歲 他沒有辦法去忍耐說 你不要去抓他 他說你現在開始 全身要給他擦乳液 我說那乳液要擦多少 擦到他好為止 那這個地方呢 它是屬於那種 已經有傷口的 還分三種 有傷口的要擦 有黴菌的要擦 有香港腳的要擦 然後擦得快要一個月 才慢慢開始好起來 可是很奇怪 這兩天呢 他又來了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